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拿你想一心 老爷 孟九少到了 让他们走 让他们走 我不见客 爹地 你哪里不舒服 我让大哥给你找医生 我睡一下就好 不用了 你先去吧 哥 你别乱来 他害死了文春凛那么多人 害死了孙少兰 害死了你的家人 时珍 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 他该死 他当然该死 但是我不想让他脏了你的手 哥 你的手是用来救人的 不是用来杀人的 冯医生 您冷静一下 明天全上海都会知道我爹的所作所为 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报社了 你现在杀了他 只会害得你自己 积水根作恶多端 他是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我比你更想要亲手杀了他 但代价绝对不能牺牲了你的前途和性命 小脸现在昏迷不息 你和爹妈是我仅剩的亲人 你真的要丢下我不管吗 冯医生 哥 求你了 哥 哥 哥 嘉尚 嘉尚 你没事吧 嘉尚 嘉尚 上哪了 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小脸 别动 小心 都别动 秦水根 起来 世辰 别动 动我就打死他 秦水根 你的腿 小子 你以为你以为只有你会算计 你以为你把我软禁了就可以掌控一切了吗 你还嫩了点 坤哥 这是从德国医生那儿得来的神药 紧急时可以让你站立一刻钟 过后无效 切记深用啊 还是华安知我心呢 爹 你冷静一点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要什么 我就想要这个女人死 你一直说我不够慈爱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真正为儿女着想的父亲 是怎么除掉毁了他全家的女人 你要是杀了他 我就和他一起死 还是说你想让这个疯子做你的继承人 爹地 别叫我爹地 秦枝怎么会生出来你这么个怪物 这怪物 才是你货真价实的儿子 秦水根 你真是烂到骨子里了 你也是前驴技雄 连挟持女人的把戏都使出来了 怎么样 众叛亲离的滋味如何呀 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 别随便找个疯子又要我身上恨 野种 看来你是年纪大了 老眼光发看不清了 好啊 我推进一些 让他看清楚点 别过来孟璇 别过来 你好好看看 你最好看清楚 别过来 你看他的脸 你别过来 你宠宝 你看他 你看他 谁都没有料到 戎定昆会轻易地结束在这里 江晓 毕竟所有的纷争都是因他而起 他已是最顽固的存在 如一颗怎么都挖不走的毒瘤 他这样的老江 总觉得还能再和他们这些年轻人 大战三百回合 让他们疲于应对 却又无可奈何 而他就这么出人意料地死了 一条围巾轻易地勒断了他的脖子 死得又快又彻底 留给人们的是庆幸 是后怕 还有沉重的叹息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有点茫然 像一身热血的战士 突然失去了不斗的目标 不敢相信 战斗 就这么结束了 而后 他没有渐渐回过了神 接受了这个现实 并且打从心里 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你躲什么呀 他们又不是人了 你好歹是从上海来的大少爷 你好歹是从上海来的大少爷 怎么连舞都不会跳 会跳 只是没有合适的舞伴 想要什么舞伴 我给你找吧 我都找不到他 你怎么找得到 还惦记着那个未婚妻呢 你说你给人家写信 人家连回都不会 说不定 早个人跑了 更何况 现在跟谁跳舞 他又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我相信 他已经在等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回来找我 你呀 情圣哪 成一丝爱的余味 恨却刺痛了蔷薇 细雨伪装的眼泪 很美 我不是在做梦吧 也许吧 这位先生 我有幸 请你跳一支舞吗 有谁知未来的路 愿而不必忍孤独 独坐等清风 一树海藏红啊 与你共舞 有回忆一个同步 有回忆一颗通路 有回忆一颗通路 记忆中会流下 你仰尽你的群 秋风也带不走 好重的洛业 流光的岁月中 人心是小小的愁 如果可以选择 此生彼此毫无遗忘 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地上有太多的纷争